对不起啊 我帮你撑起来 没事 没事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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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秘密来了 有关刘总 刘总的奇葩行径 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完全不感兴趣 好吧 我还以为你们会好奇 刘总和田设计师的八卦呢 什么八卦 快说 刘总 已经约好和李医生复诊的时间了 去通知田助理那边吧 好的 对了 听说的一个小道消息是从设计部传来的 与你有关 唐特助 有我在的地方 哪天没有小道消息 这点你需要习惯 以后这种小事不必回报给我 但是 这个消息的另一个当事人是 田助理 说说看 听说 田助理正在给您写情书 就要向您表白 表白 表白 你不忘记 阿田怎么样了 你们刘总答应了吗 姐妹要撑不住了 放心 我今天无论如何 都帮你办好 亲姐妹 刘总 这会儿有空吗 我想见你 我看她拿情书了 要行动啊 有点刺激和小伟官啊 自古表白 多白表啊 我都有点替田设计师 别把汗了 我 田助理 果然爱上了我 我这该死的魅力 无处躲藏 或许有什么误会 不 她就是爱上了我 她之前 总是想拘我于千里之外 但这一次 却一反常态地想要接近我 这里 绝不是误会 刘总 田助理好像不是 这种亿万少女的梦 你不懂 你没有经历过 那 原定下午 和田小姐一块去李医生那复诊的行程 算了 我自己去吧 这时候 应该和田小姐 保持距离 好的 我这该死的魅力 没空 不见 怎么感觉 透露着一股冷淡 什么情况 刘总 等一下 这么奇奇怪怪的 刘总 刘总 田助理为什么突然对您这么执着啊 也许是我之前邀请他的态度 让他误会了 陷进去了 毕竟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注定是要背负秦宅的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不过刘总 我觉得还是把话早点说开比较好 我怎么忍心呢 唐特主 避开他吧 让他再甜蜜几天 我这无处暗放的魅力 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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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那一定就是情书了 我的醋却要填助理来的 天助理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长得漂亮 也很有能力 你真的非常优秀 怎么回事 这么夸我 这次真不会是要上演 霸道总裁爱上我了吧 不要吧 他一定是查解我要拒绝的 想要逃避 算了 成通不如断头 天助理 我觉得 但是 你特别适合做我的生活助理 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想失去你 刘总 虽然我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是该保持的距离 还是要保持的 他故作没事的样子 还有点可爱 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 出我的拒绝呀 天助理 你不用再抢眼环晓 我欣赏你的审美 只不过 我们是不可能的 刘总 你在说什么 什么不可能 你的想法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那你可以答应吗 对不起 我选择 刘总 独自美丽 刘总 刘总 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一点 我知道你手里拿的是情书 你要跟我表白 刘总 我不肯见你 就是不忍心当面拒绝你 刘总 请您用您二十四K钛合金的眼看清楚 这是不是情书 刘总 我仰慕您许久了 你带领千盛集团乘风破浪 势如破竹 是青年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 邀请人 刘总 专访邀请函 看清楚了吗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我向你表白 我们两个人之间 隔着一整个神无恋好吗 田助理的意思是说 是均责不同 拜托 是物种不同 很好 田助理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很满意 放心吧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您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非常好 我也不会随便就接受什么人的专访 毕竟 物种不同 我 田小姐 下车吧 田田 田田 看你这张嘴 是 那 你是 人 好